宗徒大事录 第三章 伯多禄和若望在祈祷的时辰,即第九时辰,上圣殿去。 有一个人从母胎中就瘸了,每天有人抬他来,放在名叫利门的殿门前,好像进圣殿的人求施舍。 他看见伯多禄和若望要进圣殿,便求他们给一点施舍。 伯多禄和若望定睛看着他说,你看我们。 他就注目看他们,希望得点什么。 伯多禄却说,银子和金子我没有,但把我所有的给你。 因那扎类人耶稣基督的名字,你起来行走吧。 于是握住他的右手,拉他起来。 他的脚和踝骨就立即强壮了,他跳起来,能站立行走。 遂同他们进入圣殿,随走随跳,赞美天主。 众百姓也都看见他行走赞美天主。 他们一认出,他就是那坐在圣殿立门前求施舍的人,就对他所遇到的事满怀惊讶诧异。 当那人拉着伯多禄和若望的时候,众百姓都惊奇地跑到他们那里,即到名叫撒罗满郎下。 伯多禄一见,就发言对百姓说, 诸位以色列人,你们为什么对这事惊奇,或者为什么注视我们,好像是我们因自己的能力或热心使他行走? 亚巴朗、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,我们祖先的天主,光荣了自己的仆人耶稣,他就是你们所借诵并在比拉多前所否认的。 虽然那人原判定要释放他,你们却否认了那圣而且义的人,竟要求把杀人犯恩赐给你们,反而杀害了生命之源。 天主却从死者中复活了他,我们就是这世的见证人,因我们信仰他的名, 他的名就强壮了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,即由他而来的信德,在你们众人面前,赐这人完全好了。 现今弟兄们,我知道你们所行的是出于无知,你们的首领也是如此。 但天主借着众先知的口,预言他的墨西亚当受难的事,也就这样应验了。 你们悔改并回心转意吧,好消除你们的罪过,为的是使安乐的时期,由上主面前来到。 他好给你们派前已预定的墨西亚耶稣,因为他必须留在天上,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 对此,天主借着他古圣先知的口,早已说过了。 梅瑟说过,上主,我们的天主,要从你们的弟兄们中,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,你们应在他吩咐的一切事上听从他。 将来无论谁,若不听从那位先知,必从民间铲除。 其实,所有的先知,自撒末尔起及以后讲话的先知,都预言了这些日子。 你们是先知,那盟约是天主与你们的祖先所定立的。 因他曾向亚巴郎说,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获得祝福。 天主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,派他来祝福你们,使你们各个皈依,脱离你们的邪恶。